共享機車在城市中已經越來越普及 路上隨時都可以看見Wemo、Goshier在車陣中穿梭 Goshier也正式走入了觀光區 3月26日推出了定點借還的Goshier Darts服務 成為假日出遊的交通新選擇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 刊登在2020年3月26日 由代詞會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科技報局的 租車業者當心了Goshier新增觀光景點 定點借還並宣布插起古都台南 與3月26日由陳映選作撰寫 並且刊登在數位時代的 Goshier使進青春山海線 拓點進攻新北觀光區 還推出新的借還模式 共享機車的後期之秀Goshier 在26日宣布兩個解鎖新玩法 宣告Goshier正式走入觀光區 搶佔觀光市場 他們分別會推出哪些服務呢? 第一點 Goshier Darts定點借還服務 前進新北觀光區 Goshier Darts跟新北市攜手合作 規劃青春山海線旅遊路線 青春山海線是從淡水捷運站開始 一路到貢寮等等的北海岸觀光景點 這條145公里的海岸線 沿途設置11處Goshier Darts租賃站 民眾可以都過Goshier的App 在服務範圍內隨時定點租還 雖然採用24小時定點租借的模式 但是因為搭配專屬的停車位 無法自由還車 Goshier Darts目前還是比較適合 觀光區的發展 新服務Goshier Darts車款 為了與一般Goshier做出區別 首波投放的車輛是Gogoro 2的車款 以活潑奔放的亮黃色圓點 為標誌性的Tifling藍色車身為裝飾 為自由齊行的新服務助入新意 青春山海線主要推廣低碳、綠油 Goshier Darts結合原有的捷運、鐵路、U-bike 以及30條公車路線 希望青春山海線的綠能運聚能夠變成亮點 帶來新的生活型態 第二點 前進台南 Goshier聯手宏加藤推出共享機車服務 Goshier繼去年插旗台北、桃園之後 宣布在今年第二季正式入主南台灣 擴點到台南 但在台南的營運不是由Gogoro自己營運 而是找上了PBGN聯盟的宏加藤合作 宏加藤配合Goshier共享機車的服務 車輛全面採用AI One Confirm的車款 在車輛的電腦系統也做出了更新 讓消費者才以使用APP進行遠端租借的機車 未來宏加藤也將負責南台灣地區的車輛維護、調度跟顧客服務 好的 近日的每日商業都到這邊 電動機車服務已經在市場中漸漸普及 所應用的範圍也漸漸地變廣 Goshier 作為共享機車的後期之秀 積極地將電動機車推廣到各個營運層面 而2020年所提出的 Explorer with Goldshier 全球願景夥伴聯盟的計畫 是 Goldshier 重新進軍海外的策略布局計畫 也讓我們更加期待囉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